吃一點甜點你可能會提升一些工作的效率 那我自己個人是推薦不要吃太甜 不過還是要有點甜點的存在感 所以我今天要推薦就是這一個 手工的布丁 那這個布丁呢 它大有來頭 它是primo這個義式餐廳 它推出的甜點 這一個其實也不會啦 這一個一百四十塊 這一個很好耶 不過它是營養價值很高的 因為它是利用北海道的 那種無添加的 那種鮮奶油 純生的無添加鮮奶油 它品質都送給你 然後就是它這個鮮奶油呢 最貴你多吃過 最貴你多吃過八十塊 那試試看 那這個鮮奶油呢基本上呢 它從製作到完成 總共只有二十一天的時間 然後呢它本身呢 這個製作完呢它只有三天的期限 所以它永遠沒有加了 真的很好吃 老師來吃吃看 它有沒有一個香草的味道 它要利用那個進口的香草夾皮味 嗯 好濃 然後呢它有一個重點 什麼叫奶香味的味道 重點是呢 它的鮮奶是 喝著秀波蘭西的水 長大的牛 它是有機的 它是有機的農場的牛 是專門只有那瘦布蘭西的水 然後還有有機的雞蛋去製作出來 真的嗎 對 所以它完全沒有增加任何的防腐 牛奶味就是在味道 哦 這好吃到真的 小吃來真的是吸引 所以有一杯這個 你就覺得我工作這麼 壓力這麼大 到下午來吃一杯這個 我就覺得很賣 對 好吃 吃起來很天然嗎 非常好吃 它是香草夾 對 它並不是人工香料 它是進口的香草夾是皮味 而且它蛋有點正 哇我已經菜出來飯杯 它是有機的雞蛋做的 所以它的成本就很高 不過它基本上 它用知道它有進口的鮮奶油 所以基本上它是 怎麼講就是 我覺得一百多塊還可以 因為就是它是很天然的東西 你知道這個 你知道這個 這個鼠瓶在那邊 放在一個複壁 拿一個烏鴉 就去起來喝酒 哈哈哈哈 它不講 它也是現在台灣唯一呢 就是雖然是很少見 完全沒有那種添加 現在有做的固點 不過除了這個固點之外 我覺得還不夠滿足 因為它沒有到很甜 我還有帶來 理智欲求不滿 對